这回呢 这回呢 早一点了是吧 我看了一下 在之前这儿 还有一个设置 这个设置叫什么呢 叫动态马力 动态马力 所以呢 我刚才给他改了 这条到一线 这边呢 也给他改成了固定了 固定了之后呢 现在看看大家 看的感受吧 那这个呢 能看清吗 好像可以了 如果是全屏的话 是可以看清的 是吧 行 那还好 还好 那能看清的话 那我们就 用起来了呗 是吧 行吧 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了 即使太少眼镜就一直加了 舒服了 行 这个字确实有点小啊 我回头我再调一调啊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本地版的这个呢 做一个优化 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调整 好了 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说啊 回到这个首页吧 回到首页吧 刚才我说的是如何查这个文档的方式 对吧 一种呢 是在这儿先选包 再选类 啊 然后呢 查你的内容 对吧 这儿呢 是一个盖了 盖树了啊 你也可以从这边点 对吧 你看 这儿也能选包 不要玩了 对吧 啊 然后呢 都可以啊 通过这种基本的操作啊 是可以的 那当然这样的话 会要求大家 可能你得 想要找到目标类的话 你得记住那个名字 是吧 你得把它的包名 类名全得记住了啊 那后续大家熟悉了之后 用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最初期呢 你可以用这个 所以啊 用所以在这搜索你想要的 是吧 你只要记着类名 就OK 对吧 一点显示 你看 这边马上就跳过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方式呢 可能适用于大家在最初期的学习阶段啊 好了 怎么查这个东西 是吧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用 一点一点的去熟悉 这里边呢 都是一些类的相关的信息啊 那我们看一看 首先啊 这是标注着 叫object的 它是一个类 对吧 然后位于java.long.object 这是它的一个全限定名 然后呢 这是它的声明的方式啊 当然你现在看着很简单 因为这个类写的也很简单 如果它有附类 是吧 或者一个换成一个其他的类 还有什么接口 它可能这个声明就会长一些啊 就会长一些 好 下面是对它的描述了 object的类是类层次结构的根 啊 然后呢 每个类都有 object作为了超类啊 所有对象 包括数组在内 是吧 都实现了这个类的方法 那这就回归到了刚刚我们说的 是吧 object的定义的方法是所有对象都有的 那从哪个版本开始存在的呢 JDK 1.0开始 1.0就有了 好 然后往下看 往下看是什么呢 这一栏是构造方法的摘要啊 也就是说 它定义的构造方法是什么样的 在这呈现了 那现在你能看到的是一个 这表示人家只有一个构造方法 就是无参的啊 那当然我们将来看其他类的时候 可能你会看到大段的构造方法 十个八个的构造方法 那就意味着人家定义了很多的方法成长 是吧 好 再往下 哎 这儿 就是我们这个object当中所定义的所有的方法啊 所有的方法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讲这个object的下 这几个主要的方法啊 因为有一些方法呢 现在还暂时的用不到啊 比如说像这种是吧 像这种 这都是我们将来在学习的现成之后 哎 我们还要再回来继续学习继续累加的啊 那现阶段我们能掌握的方法有几个啊 有五个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一个一个来看 好 就回到这边来了啊 回到这边来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方法呢 叫做get class 啊 叫做get class 好 这是这个方法的声明啊 这是这个方法的声明啊 你从这儿呢 我只是做了一个摘要 是吧 在我们的API文档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啊 可以看得到 好 在这个方法声明当中 public是访问修事服 对吧 final 哎 这表示这个方法是不允许此类 不盖子 对吧 哎 你看人家在这儿就用起来了 对吧 接着呢 这是一个类型啊 这个类型呢 我们暂时还没学到 我们在反射当中进行学习 那这个尖括号呢 即使我们的范形相关 我们会在集合当中进行学习 然后方法明 对吧 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那好了 现在先不关心这个返回值 我们说这个方法用了之后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 它是每个对象都有的 对吧 好 那么当你去在一个对象身上 调了get class之后 它会返回这个对象 引用当中存储的真实类型 啊 它会返回真实类型 好 这个东西怎么去用 我们来看一个场景 好 基本的这个test basic object的当中 是吧 定位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object的这个类型 我把这个关掉了 然后呢 在这儿加一个新的案例 我们要去介绍一下 这个叫做test method forget class 测一下这个get class 好 之前我们学多态的时候啊 我们涉及过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这里定义一个animal 然后呢 一个dog继承animal 然后 一个cat继承animal 好了 多了我也不写啊 主性什么的我也不写了 那我也不写了 接着呢 我想做个判断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animal的数组嘛 对吧 as 等于 等于new animal 然后 中括号 大括号 中括号 大括号 我直接给两个对象 new dog 以及new cat 我们当时是做过这样的案例判断的 对吧 我们可以先做什么事情呢 做as类型的判断 对吧 如果你拿到了一个as的元素 好了 那么他当前的真实类型是什么 好 并且要做向下的转型 当时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instanceoff的判断 对吧 instanceoff 我去判断他是不是dog 或者判断他是不是cat 对吧 如果是就转型 如果是就转型 好 这个 elseif 是吧 as中括号 0 0吧 instanceoff 这个代码大家都会写 是吧 他判断的是什么 他判断的是 一个引用当中的真实类型 是不是狗 对吧 这个引用当中的真实类型 是不是猫 好 那下面我提一个新的需求 什么需求呢 说判断 这两个引用当中的类型 是否相同 判断数组中 两个对象吧 对象的真实类型 是否相同 好 这个事情 现在 你要是用这个instance来做的话呢 不是不行 但是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是吧 我说他麻烦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麻烦 为什么麻烦呢 判断数字中两个对象的真实类型 是否相同 那怎么做呢 建立 没错 没错 建立 建立之后呢 还要判断 是吧 好了 那判断的方式是什么 原来我们就学过instance 对吧 所以我的判断方式就得是什么呢 就得是通过这种方式了 对吧 我先看一看 AS0是不是Dog 如果是 我再看看 AS1是不是也是Dog 对吧 你就得写AS0 instanceDog 同时呢 是吧 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进来 AS中括号1 instanceDog 是不是也是Dog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这两个共同满足 那好 则 是吧 两个都是什么呢 都是Dog对象 那么当然了 再往下呢 那你如果不是Dog对象 那你是不是同时就得判断猫 对吧 那你就得写什么 再写一段这样的逻辑代码 然后呢 判断了这个就是cat 外层这个满足 内层这个也满足 那两个就都是cat对象 好 其实这还好 对吧 因为你animal的这个子类不多 animal的子类不多 那么假设animal有一百种子类 我们怎么办呢 你不能写一百个这样的逻辑代码 对吧 你写一百个这样的逻辑代码 然后呢 把AS0和AS1 与每一种类型 去一一的去判断一遍 你会发现 它一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非常麻烦的事 不是做不到 而是太麻烦 对吗 那这个其实层面还好 如果我现在是个object的数组 你想象一下 我这里塞了两个对象 new某某某 new某某某 好 我塞了两个对象进来 举个例子 是吧 我说你看一下 这两个对象的类型是否相同 那你怎么办呢 你终归不能把这个GDK当中所有出现的类型全比一遍 对吧 好了 所以这是这个说了一个极端的情况 那这种方式呢 可以做 但是呢 肯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现在有了这个get class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简化我们的操作 怎么简化呢 不就是AS中括号0吗 对吧 它是一个对象 好了 我只要调用它的get class 我就可以获得到什么呢 获得到它的真实类型 好 那 在前面这 姑且呢 我们先不用这个返回值 什么叫不用呢 我不用个变量接收它 好 我这么做 直接做打印 然后我们运行看效果 看看 这是不是就得到了 get这个这个AS0的真实类型 是什么 它是一个类 对吧 COM先锋 D20 D6 下边 object 好 再来 如果是AS中括号1 是吧 它是看 好 你要想知道二者 一样不一样 这事特简单 怎么做呢 是不是用AS0的get class 去等上这个AS1的get class 这样做 它就可以帮你做 它就可以帮你做比较 就会判断这两个内容是否一致了 好 我们运行看一眼 是什么 是false 看到了吧 是false 好 那么假设说我这还有一个 对吧 又扔了 又扔了一个 接着呢 我再比较一次 这回比谁呢 比的是AS0和AS2 你看AS0是道个 对吧 又加了一个下边2 好 AS2 它们两个类型一样与否呢 你看这就是除 所以这种方式是不是更为简化呀 对吧 不像前面 你这是属于一种排除法 对吧 挨着个的去比 挨着个的去试 现在不需要了 想要看两个对象是否相同 直接调用各自的get class 得到真实的类型 像这样 对吧 并且呢 做双等比较即可 好了 那 现在 是不是就把我们这个get class 用起来 对吧 它可以干嘛 当前来讲 它可以返回 引用中存储的 真实对象的类型 这是它的作用 通常的应用场景 这我也写了 是吧 就是用作判断两个 引用中的 实际的存储的那个对象 类型是不是一样 这就是它的最常见的 应用场景 好 那 现阶段 我们就把这个get class 就可以给它用起来 来 看看大家 对这个 是吧 所有对象都共同拥有的 get class方法 有什么问题吗 应该没有 是吧 很简单 没错 就是挺简单 是吧 就是挺简单 好 那 我们也看一看API 对吧 这呢 我们已经完全的掌握了 get class的一个概念 和基本的用法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眼 这个API当中 是不是在这 对吧 get class 返回该optic的运行实类 好了 点一点 进来 这就跳转到了我们这个方法当中 跳转到了我们方法当中 当然这的翻译有点问题 你看 这个东西 实质上它不应该翻译成中文 是吧 就应该是什么 class 就应该是class 它给翻译成中文了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的是什么 原版的API 里边都是英文的 你看这个 对吧 这都是英文的 是 有人 对吧 给它专门翻译成了中文 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这就是我们社区的 这个属于整个行业的贡献者 也是便于这个国人们学习 所以呢 这里边是做了一些翻译 当然有一些呢 是通过工具翻译 有一些呢 是属于通过人工翻译 但是这个工作体量非常大 因为你看我们这 是吧 所拥有的 这个类啊 包啊 接口啊 乱七八糟 太多太多了 是吧 太多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个工作体量还是挺大的 那么这个中文版的 也只是一个额外的参考 也只是个额外的参考 那么你要是能看的 直接看懂这个英文原版呢 那肯定是最好 对吧 那我们也从这边看一下 扎万浪包 点一下 哎 那是卡住了吗 果然是卡住了 好 刷一下啊 好 从这点进来 扎万浪包 哎 这有点慢啊 好 进来了之后呢 然后找这个 对吧 你看 原则上都是英文的 所以呢 翻译的时候 看你要是看中文 对吧 哎 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 这话读起来有点不像人话呢 是吧 主卫宾都没搞清楚 但也不要觉得奇怪 是吧 哎 也不要觉得奇怪啊 毕竟呢 这个事是吧 人家都是义务劳动 谁干这个活也没有得钱呢 对吧 啊 所以呢 将就着看啊 有笔没有墙 是吧 有笔没有墙啊 好了 所以呢 从这边你就能看得到了 你看点一下 是吧 哎 这个public final class 是吧 然后是对这个方法具体描述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方法而言 是吧 他将来有另外的应用条件 就是我们学过了反射之后 我们学习了这个叫做class的这个类的相关内容 哎 我们还会用到getclass的一个 哎 更高级的一种用法 现阶段 是吧 啊 比较受局限性的 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他的什么呢 运行时的这个对象 是吧 return the runtime class of this object 啊 返回的是这个运行时类的 对象啊 返回的是这个类的运行时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实质上翻译成 对吧 我们好理解的一句话 就是返回引用当中存储的 这个实际的对象的类型 啊 好了 那这个dat class我们就讲过了 是吧 哎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那种 是吧 想要记住它其实非常简单 啊 非常简单 那我们就再看下一个 啊 再看下一个 这个方法 叫做hashcode 啊 hashcode 好了 这个方法的定 这个声明呢 这个声明呢 就更简单了 啊 这个大家 都知道 是吧 没有什么特殊的 什么中括号啊 或者是没学到的类型啊 哎 就是一个 返回值为int 是吧 哎 叫hashcode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了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是 可以得到 对象的 十六进制的 哈希码值 啊 哈希码值 啊 那这个哈希码啊 实质上呢 是一个挺有价值的东西啊 我们借助 因为哈希码呢 这个是一种算法啊 当然这个算法也不属于渣吧 是吧 哎 不属于渣吧 那么哈希算法 是很多编程类语言 都需要借鉴的一种 比较核心的 公认的算法 包括后续又通过哈希 延展出了一些加密的算法 啊 延展出了一些加密的算法 所以呢 是很牛的一个东西啊 那这个呢 建议大家呢 是吧 感兴趣的话 可以详尽的去了解 那么在我们的java当中 这个 实质上哈希算法 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根据这个对象的地址 还有 它当中所持有的内容啊 字不串也好 数字也好 然后 算出来的一个 整数类型的值啊 计算出来的一个整数类型的值 而这个值呢 理论上来讲 是很少有重复的啊 因为大家计算的 一指不同 是吧 哎 持有的内容也不同 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自然就会有不同 当然 这是理论上来说 不过呢 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啊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希码啊 每个对象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希码啊 这个哈希码呢 是通过自身特点算出来的啊 原则上来讲是很少有相同的情况 对吧 但是有特别的情况下 那可能也会有重复啊 好 我们对它做一本测试 然后呢 我们用到几个对象 是吧 让记耳的我们来看一看 对象是不是都有自己的哈希码啊 好 呃 class teacher class student 啊 好 student那我不用了 就teacher就够了 是吧 写一个就行 来 teacher t等于new teacher 哎 创建了一个对象 是吧 然后掉t的什么呢 还是code 啊 当然 不光有一个对象 哎 我们都创建了两个 第一 第二 第三 啊 啊 第一 第二 第三 OK 接着我们运行一下 哎 你看 是吧 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一个 对应的整数值 啊 对应的整数值 那么他的计算的来源 是吧 地址 哎 他所持有的 值 是吧 字符串 数字 哎 加在一块 啊 加在一块 啊 所以呢 计算的依据不同 最后得到的整数值呢 也有不同 啊 也有不同 那么有的时候也会有巧合 对吧 也会有巧合的 啊 你比如说我这里定义几个死震类型 好吧 死震 S1等于 ABC S2 S3 EF 然后 G H 行了 也是一样 定义了三个 是吧 都是对象啊 都是 object的子类 那么就都有 patchcode的方法 好 你看 这是不是也是 都有自己的呀 对吧 原则上是没有重复的 但是要注意 原则上没有重复 对吧 但是理论上来讲的话呢 也许就有巧合存在 啊 说正好是我啊 这个这个这几个放在一块 哎 算完的值 说巧不巧和你另一个值呢 哈希马呢 是一样的了 啊 因为什么 因为哈希马呢 并不是唯一的啊 我们将来还会学到一个叫做UUID的东西啊 UUID 这个东西就是全球唯一的 又或者像我们的那个 呃 呃 这个这个网卡 是吧 呃 像我们的网卡 哎 这个东西都是全球唯一的 对吧 嗯 不过呢 哈希马不是 他虽不是全球唯一 但是他也在尽可能的去保证什么 相同的对象要返回相同哈希马 不同对象返回不同哈希马 啊 当然前面这个是可保证 后边这个叫尽量保证 就是他要保证什么 相同的对象 无论你怎么算算完的这个哈希马是一样的啊 而不同的对象呢 不同的对象 那么就尽可能算的不一样 是吧 在尽量保证 但是也有可能有巧合 对啊 我看同学有说到了 对王卡 对的 那个东西就全球唯一啊 是吧 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一个值都不一样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的哈希马呢 只是在尽量保证什么呢 唯一性 对吧 他只能保证什么 只能保证相同对象返回相同哈希马 什么意思呢 Says out 比如说S1 S1这个对象 或者别用S1了 我就这里溜个T事吧 对吧 T1 T1好像也说明不了这个问题啊 好 那就S1吧 S1 这是个字不错 对吧 我再加一个什么呢 S4 好 也是ABC 对吧 那好 你打印 S1的 还是扣的 再打印 S4的 还是扣的 然后我们看看结果 你看这个结果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 是吧 是一样的 那就意味着S1和S4现在肯定是同一个对象 同一个地址 所以他们算完了是一模一样 哈希马能保证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的 相同对象 对吧 返回的肯定是相同的哈希马 然后呢 尽量保证了不同对象返回了不同的哈希马 不过这个事不是准确的 唯一的 对吧 就是也有可能存在巧合 说巧了 巧合什么 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是吧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运算 通过哈希的运算之后 巧合般的 巧合般的 这个返回了相同的哈希马 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但是是小概率 小概率 小概率 所以这个事大家明确就行 原则上来讲 哈希马就是一个对象的整数名称 我们说哈希马是什么呢 哈希马就是一个对象的整数的名字 整数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对象有地址 对吧 地址就是一个对象在内存当中的名字 那么哈希马就是这个对象的整数型的名字 数字型的名字 哈希马是对象 数字型 数字型的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当然 还是那句话 是吧 相同对象返回相同哈希马 不同对象尽量返回不同哈希马 这也是我们哈希的一个设计 好 看看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是吧 有明确吗 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地址值 地址值 这个这是这是为什么 地址就是我们说地址嘛 地址的话 其实不就是一块内存空间的名字吗 对吧 嗯 那么哈希是什么 哈希就是它的整数数字型的名字吗 嗯 比如说12345678就代表了 0x1111222 还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对吧 就是名字有两种 就好像我们身份证上也有姓名和身份证号 对吧 姓名就是我们的文本型的名字 身份证号不就是我们的数字型的名字吗 对不对啊 哈希马相同可以说明是同一个对象吗 比如多泰的时候 不一定啊 这个事不着急 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讲到 讲到什么呢 讲到可能相同的对象 反不同对象返回相同哈希马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处理是什么 换句话说 光用cashcode是无法百分百确认 这两个对象是一致的 这两个对象是一致的 对 就是有巧合 那么当然我们一会儿会说 这种巧合下我们该如何处理 嗯 好的 好 你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吧 是人 每个人是吧 都有身份证 身份证上就有文本型的名字 也有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就是数字型的名字 对吧 啊 编号嘛 对吧 编号 一样的道理 啊 好 那么相同地址出现相同的哈希马 倒是偶尔 有可能吧 相同地址出现相同哈希马 有可能 相同地址出现的一定是相同哈希马 啊 这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是吧 虽然它不唯一 但是它可以保证什么 相同的对象返回的一定是相同的哈希马 这个是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两个 两个 这个这个这个对象是吧 我获取过一次 我再获取的一次 它还是这个地址 是吧 啊 地址是一样的 对象是同一个 那么它算出来的哈希马 就一定是一样的啊 一定是一样啊 哦 所以说了一句 这个啊 说了一句这个 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到的第二个方法 它是扣的 它是扣的是什么作用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一个对象的 什么呢 数字型的名字啊 你这么去记忆它是比较方便的啊 这一个对象的数字型的名字啊 数字型的名字 好了 这个 这个说的这个 这怎么写成16 十进制啊 十进制啊 返回该这项十进制的哈希马 是 是 能超的写错啊 好了 那这就是哈希马 是吧 哎 我们说了 这个哈希马 作用是什么 就是获得到一个对象的啊 整数表现形式 是吧 哎 它的数字型的名字啊 好 OK 可以了 数字型的名字 也就是啊 这个我写前面吧 是吧 哈希马 是对象的整数表现 形式啊 也是什么呢 也是数字型的名字 这就是哈希马啊 这就是哈希马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讲到了 是吧 Object当中的两个方法了 一个方法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Gatla 获得对象的真实类型 另外一个方法 叫Hash Code 获得这个对象的整数表现形式 也就是它的整数型的名字 是吧 哎 好 两个 那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啊 先说这两个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啊 刚刚这两个方法进行一次串联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啊 也是在后面我们要讲到啊 用起来 哎 你这两个 你用起来就 这个了解的就会更空透啊 那行了 咱们下课休息一会儿 好吧 下课休息15分钟啊 然后 3点50 咱们回来继续上课 嗯 好 接一会儿啊 怎么还发生小表情了 哈哈 真是多才多艺 啊 智力一下两个不同的元素 但是哈希马相同 这个东西我现在咋给你试啊 现在没法试 我得等一会儿讲完了 哎 讲完了什么呢 讲完咱们今天之前咱们就会试啊 今天之前就会试 我把这个一会儿的这两个方法给它都讲了 一会儿这两个方法都讲了 我们就能试出来了 好吧 别着急 别着急 一会儿我们试一下 嗯 好 接一会儿啊 把手提的 有用信心 用 question まず接着 都画不了 接行 中意思 之外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